我在西湖出家的经历 作者李书彤 杭州这个地方实刊称为佛地 因为寺庙之多 约有两千余所 可想见杭州佛法之圣的 最近岳峰社要出关于西湖的增刊 由黄居士来喊 要我做一篇西湖与佛教之姻缘 我觉得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广泛了 而且又无参考书在手 于短期间内是不能做成的 所以现在就将我从前在西湖居住时 把那些值得追位的几件事情来说一说 也算是纪念我出家的经过 我第一次到杭州市光绪28年7月 在杭州住了一个月光景 但是并没有到寺院里去过 只记得有一次到佣金门外去吃过一回茶 同时也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 第二次到杭州是民国元年的7月 这回到杭州到住的很久 一直住了近十年 可以说是很久的了 我的住住在前塘门内 离西湖很近 只两里路光景 在前塘门外 靠西湖边有一所小茶馆 名景春园 我常常一个人出门 独自到景春园的楼上去吃茶 民国初年 西湖的情形完全与现在两样 那时候还有城墙及很多柳树 都是很好看的 除了春秋两季的相会之外 西湖边的人总是很少 而前塘门外更是冷清了 在景春园楼下 有许多的茶客 都是那些谣传抬轿的劳动者居多 而在楼上吃茶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上面吃茶 同时还平栏看着西湖的风景 在茶馆的附近 就是那有名的大寺院 招庆寺寮 我吃茶之后 也常常顺便到那里去看一看 民国二年夏天 我曾在西湖的广化寺里住了好几天 但是住的地方却不在出家人的范围之内 是在该寺的旁边 有一所叫做斗神祠的楼上 斗神祠是广化寺川门围着 要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 我住在里边的时候 有时也曾到出家人所住的地方去看看 心里却感觉很有意思 记得那时我也常常坐船到胡心亭去吃茶 曾有一次学校里有一位名人来演讲 我和夏敏尊 居士却出门躲避 到胡心亭上去吃茶呢 当时夏敏尊对我说 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我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很有意思 这可以说是我后来出家的一个原因了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 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 有说机关于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 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 想来断食一下 因为我那时患有神经衰弱症 若实行断食后 或者可以全意也未可知 要行断食时 需于寒冷的季后放逸 所以我便预定11月来做断食的时间 至于断食的地点 需先考虑一下 四总觉得要有个很幽静的地方才好 那时我就和西冷阴市的夜品三军来商量 结果他说 西湖附近的湖跑寺可作为断食的地点 我就问他 既要到湖跑寺去 总要有人来介绍才对 究竟要请谁呢 他说 有一位丁普知是湖跑寺的大护法 可以请他去说一说 于是他便写信请丁普知代为介绍了 因为从前的湖跑不像现在这样热闹 而是游客很少 且室温冷清的地方了 如中来作为我断食的地方 可以说是最相依的了 到了11月 我还不曾亲自到过 于是我便拖人到湖宝寺那边去走一趟 看看在哪一间房里住好 回来后他说在方丈楼下的地方倒很幽静的 因为那边的房子很多 且平常时候都是关着 客人是不能走进去的 而在方丈楼上 则只有一位出家人住着 此外并没有什么人居住 等到11月底 我到了湖跑寺 就住在方丈楼下的那间屋子里 我住进去以后 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的窗前经过 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 我看到他却十分的欢喜呢 因此就时常和他谈话 同时他也拿佛经来给我看 我以前从五岁时 去时常和出家人见面 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 念经济拜迁 于时二三岁时 也曾学了放烟口 可是并没有和有道德的出家人住在一起 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的 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 这回到湖跑去住 看到他们那种生活 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 我虽然吃住了半个多月 但心里却十分的愉快 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书 更是欢喜吃 即回到学校以后 我就请庸人 依照他们那样的菜煮来吃 这一次我到胡宝寺去断食 可以说是我出家的禁音了 到了民国六年的下半年 我就发心吃素了 在冬天的时候 寄请了许多的经 比如普贸心 如普贸心愿品 楦言经 及大乘奇信论 等很多的佛经 自己的房里也供起了佛像来 如地藏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的像 于是也天天烧香了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 我并没有回家去 而到胡宝寺里面去过年 我仍住在方丈楼下 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很有兴慰了 于是就发心出家 同时也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傅 他的名字是洪祥师 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 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是在松牧场护锅寺里居住 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胡宝寺来 而我也就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板仪了 我打算与此年的暑假入山 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后再实行出家的 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清 即学习两堂功课 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 于是我就先与两天前到胡宝去 送了三天的地藏经 为我的母亲回想 到了五月底我就提前先考试 考试之后即到胡宝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 既穿出家人的衣裳 而预备转年在梯度 即至七月初 下面曾居士来 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 但还未出家 他就对我说 既住在寺里面 并且穿掉出家人的衣裳 而不出家 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所以还是赶紧梯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 但是承他的劝 于是就赶紧出家了 七月十三日那一天 相传是大师至菩萨的圣诞 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落发以后仍需受戒的 于是由林同庄君介绍 到灵隐寺去受戒了 灵隐寺是杭州规模最大的寺院 我一向是很欢喜的 我出家以后 曾到歌处的大寺院看过 但是并没有 像灵隐寺那么好 八月底 我就到灵隐寺去 四中的方丈和让很客气 叫我住在课堂后面 云香阁的楼上 当时是由惠明法师 做大师傅的 有一天我在课堂里 遇到这位法师了 他看到我时就说 继续来受戒的 为什么不进戒堂呢 虽然你在家的时候是读书人 但是读书人就能这样的随便吗 就是在家是一个皇帝 我也是一样看待的 那时方丈和尚仍是要我住在客堂楼上 而于戒堂里有了紧要的佛事时 方去参加一两回的 那时候我虽然不能和惠明法师时常见面 但是看到他那样的忠厚赌食 却是令我佩服不已的 受戒以后我就住在湖宝寺内 到了十二月 即搬到玉泉寺去住 此后即常常到别处去 没有久住在西湖了 那时候我给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